我们各位全国休闲农业的朋友大家好 尤其是我们新加入休闲农业的从业人员 或者是我们二代的伙伴 或者是我们休闲农业区的学员 大家好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谈一下 整个目前台湾休闲农业的现况 尤其是在我们如何创新台湾农业价值这个区块 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让大家对于休闲农业这个产业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当你了解这个产业的现况 了解这个产业后面的趋势发展 那你就可以在休闲农业里面 在工作上面就比较能够抓到重点 好 那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我是学农出生 目前也是在从事休闲农业这个区块 现在在接任台湾休闲农业法院 协议秘書长这一职 大概有22年 进入22年 虽然我是学农业出生 但是接触休闲农业这一块 这么久也发现说 其实休闲农业不只是农业 我们跨足的领域会牵涉到观光 会牵涉到这些经济事业 甚至于会牵涉到我们劳动 或者是社会工作等等 那等一下我们大概就会来一一来跟各位提到 好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 要跟各位分享两个重点 第一个什么叫休闲农业 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从事休闲农业 来做休闲农业的推动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全国推动休闲农业里面 有四个策略 这四个策略对大家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原则上我们的第一个人才专业化策略 跟场域优质化策略 这两个策略是为我们休闲农业打底的 休闲农业打底 那第三个策略叫产业主题化跟市场多元化策略 这两个策略是在谈我们休闲农业的营运 跟营运的模式 所以各位从业人员 我们在前两个策略这个地方 这边有很多的资源各位可以利用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休闲农场也好 果园也好 让我们的服务品质 还有我们的产业特色 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 产业主题化跟市场多元化 就是我们协会跟农委会这边合作 能够带进一些资源 然后让大家知道你的目标市场是谁 这个目标市场这个对象 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产品跟服务的准备 同时就进到市场多元化 我们一起去开发市场 因为对产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赚钱 要能够赚钱 然后在能够赚钱的同时 我们又能够为社会做一些事情 我想这个会是休闲农业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大概今天两堂课大概是用这样的内容跟各位分享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谈农业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叫做我们怎么样创新农业的价值 那农业呢 基本上它分为四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农业 那传统的农业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在台风来之前 就会看到很多农民要去抢收农作物 那台风过后呢 我们农民大概就是会变成是被勘灾的对象 简单讲呢 就是我们的传统农业都是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 那这方面的传统农业的这个从业人口是最多的 那但是在这样靠天吃饭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台湾的农业技术在全世界是非常的精进 如果用公务人员的学历来看的话 公务人员的学历来看 农委会的这个工人学历应该 是全台湾公务人员里面最高的 所以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是投入在农业的行政跟农业的研究里面 在这个精致农业里面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番茄 番茄已经可能会4块30块 但是如果你到这个水果团去买番茄 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温室番茄不管是这个剩里番茄或者是芋里番茄 那它一斤大概是在多了在100块到200块之间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价差呢 因为我们透过温室 透过品种 透过栽培技术 可以控制这个所谓的成长的周期 结果的时间点还有它的品质等等 那这些都会是我们在精致农业的一个展现 当然现在已经发展到所谓的跳到所谓的科技农业 就像我们台湾最大的出口的鱼类台湾雕 早期都是出口台湾雕的鱼片 到欧美去做这个所谓的炸鱼的这样料理里面的这个食材 但是我们的这个鱼肉外销之后 所剩下的这个骨头 鳞片 鱼皮 鱼头 鱼尾等等 以前都是当做饲料用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胶原蛋白非常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透过生物科技 然后萃取出它的胶原蛋白 那当然它的价值就非常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精致农业的发展 那第三个区块就是休闲农业 谈农业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农业跟人之间除了所谓的食材 提供我们的食物之外 那农村跟农业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休闲的空间 那各位可以发现说 就是台湾近二三十年来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看看假日的时候 假日的时候很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都市的游客 都会往农村去跑 包括现在虽然疫情正在发展中 你也可以发现说像如果我以北部地区来看 那台北呢在加入的时候一定会往 这个所谓的桃园 新竹 苗栗 宜兰 基隆等等的地方去 那礼拜六就是往外拓展 那礼拜天呢就是回到台北 这样的状况在台中在高雄 都这个需求都越来越大 所以农业跟人生活之间的 尤其是在休闲生活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紧密 那也是我们休闲农业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点 那第四个部分呢叫做创新农业 也就是说以农业农村为基础 然后加入一些比如说故事 或者是这个包装 设计等等的元素 让我们的这个农业的价值 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四个阶段呢同时都存在 那一般我们传统的农民呢 他会比较停留在1.0跟2.0这个区块 新加入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 会比较着重在3.0跟4.0这个区块 那不管你加入在农业的哪一个区块 这四个阶段同时都存在 在农村里面同时都存在 所以从早期对食物的接触到 从了解到体验然后到有感 到农业变成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休闲生活的重心 那这个是我们在创新农业价值里面 大概区分的四个阶段 那就看看我们的业者 你喜欢哪个阶段 就可以往那个阶段去发展 变成你的特色 那第二个观点要看到的是 休闲农业的本体是农业 所以我们对农业本身要有一定的 基本的认识 以前在政府在韩的口号里面 叫做农业认证里面叫做四张EQ 但是从108年 这个CAS所谓的这个 对不起 局员府 GMP 局员府 这个安全无毒农业退场 这个标章退场现在看不到 那取而代之的是三张EQ 那第一个叫做产销履历 产销履历 简单来讲就是农产品的身份证 现在所有的小包装蔬果 我们都导向于做这个所谓的产销履历 产销履历的认证 那通过产销履历 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章 同时旁边会附赠一个QR Code 你一定要用你的手机 扫一下这个QR Code 那这个农产品是谁种的 种在什么地方 它的品种特性是什么 它在什么时候下过药 什么时候下过肥 下过什么样的药 什么样的肥 在这个地方都会记录 简单讲就是这个农产品的身份证 所以未来如果这个农产品出问题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源头是谁 这个对于农产品的品质安全的管控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更严谨的 就是我们把环境的议题 考虑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来推动的是叫做有机农业 好这个是全国有机农业的标章 这个是属于农委会的 那当然这个能够做有机农业认证的 单位非常多 包括磁心 MOA 中心大学成功大学等等 有十几个单位 好不管哪一个单位认证 这个有机农产品的标章是不会变的 那我们现在有机包含友善的耕种 那它的耕种方式就是不能用化学的农药 不能用化学的肥料 那必须种植在一个水源跟土地 都干净的一个环境里面 才能够叫做有机 那第三个标章就是我们的CAS 就是台湾的优良农产品 这个已经史迟非常多年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就是三个标章 一个QR Code 叫三章一Q 好这个是第二个观念 第三个观念是我们可以好好运用的 就是农业跟节气的关系 农业跟节气的关系 我相信大家会看这个 在耕种的时候会看农民丽 然后了解一下什么节气种什么样的蔬果 生产什么样的蔬果 那我们要看节气可以到农民丽去看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一定要记得 农产品的成长跟节气有关 那节气是用阴力算还是用阳力算呢 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 大家都会觉得说看这个24节气 看农民丽 然后农民丽就是农丽 所以我们的节气就是用农丽来算的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想一下 会影响植物生长的四个要素 这个在我们果中的课本就教了 阳光 空气 水跟土壤 那影响植物里面重要的是阳光 因为阳光会带来温度 当温度改变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风 会有雨 甚至于会有雪 所以影响植物生长的 是月亮比较多还是太阳比较多 当然是太阳嘛 对不对 所以24节气每一个节气是15天 一个月两个节气 应演24个节气 节气的依据是依据太阳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阳历 我们所谓的阳历 那刚刚我有提到说 我们要到农民历去看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认为农民历是农历 这也是错的 农民历是农民常用的日历 它有阳历也有阴历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记得 有了这三个观念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怎么样创新农业的价值 在这个地方我整理了 我们的农业的前辈 我们的专家学者 提出了六个论述 这六个论述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分别来跟各位做说明 第一个叫做绿火 绿火 我们刚讲休闲农业 跟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所以呢 在全世界的休闲的趋势里面 我们看到了 美国社会学家所提出来的 健康跟永续的一种生活态度 健康跟永续的一种生活态度 所以这个叫乐火 在乐火里面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休闲趋势里面 我们把农业加进来 我们把饮食食材加进来 我们把知识教育加进来 所以推动的一个是一个绿火的一种生活态度 那也就是说我们实践 乐火的精神 然后把这个绿色的概念放进来 包含环境包含农业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对农村养成一个尊重自然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的业者你懂得尊重自然 你就不会破坏环境 就能够把我们农村的特色展现出来 当消费者懂得尊重自然 当他来我们农村消费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们一起保护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村的经济可以发展 农村的环境可以保护下来 农村的文化可以传承下来 这样才会达到永续的精神 才会达到永续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我们休闲农业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如果消费者不懂得尊重自然 他进到农村增加了消费 但是破坏了我们的环境 这不是我们要的客群 这不是我们要的客群 好 第一个观念有了之后 后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落实 所以第二个论述就是 在我们的趋势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可以实力的两项指标 第一个叫做健康 第二个叫做知识 各位想象一下 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 你有没有买过保健食品 你有没有吃过保健食品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了健康 所以你可能会买保健食品 给你的小孩子吃 希望他们能够长得又高又壮 你可能会买保健食品 给你的爸妈吃 就是希望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康 能够减缓老化 所以大所有的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 对你健康的要求跟需求 是持续存在的 各位想象一下 你去吃一个人造的维他命C 跟你到农村来吃10颗蕃茄 吃一颗柠檬 喝一杯柠檬汁 都是要补充维他命C 但哪一个比较健康呢 当然是新鲜的食材 这个是我们农业的强项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 这个部分的强项凸显出来 那我们在健康的这个趋势 就可以找到立足点 就可以找到商机 那第二个叫做知识 在农村里面有很多的 不管是文化 生产 或者是生态方面的知识 非常的丰富 以前在课堂上 也许老师有教 但通常都是考完试就忘记了 考完试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可以让消费者 进到农村 进到农村 然后来体验我们的 在玩的过程中 或者是在体验的过程中 就可以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这个是被 尤其是亲子旅游来讲 可以满足爸妈的需求 也可以让小孩子玩的 开心的过程中 学习到东西 所以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那这个知识里面 我又把它分为三个知识 三个知识 所以就是来谈到第三类的这个 第三个论述叫做教育 我们是不是农业可以扮演起很好的教育 那这个教育包含了第一个叫做农村的环境教育 我特别加了农村这两个字 有些朋友大概都知道 这个环保署的环境教育法里面 有一个环境教育场域的认证跟人员的认证 那环保署所谈的环境教育 其实跟我们所谈的农村环境教育 有一点点的差别 在于说我们是要以环境教育为主体没有错 但是要把农村的特性考虑进去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钓鱼 在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里面 这个到竹林里面 这个取个竹竿 然后绑个绳子 不管是钓鱼钓青蛙钓舌都一样 这是我们最好的农村的体验 是我们最好的回忆 但是以现在的这个环保署的环境教育来看 你用你去钓鱼 这个违反到动物的福利 这个对这个鱼是不友善的 所以这个中间就会产生两难 所以农村的这个环境教育里面 在农村文化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兼顾的 我们必须要兼顾的 也许我们不要钓鱼 但是我们可以变成到田里面抓泥丘 那抓泥丘呢 我们抓出来泥丘 我们要善待它 给它一个很好的这个棋息的空间 那这个活动就应该要被持续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见仁见智 但是在农村的环境教育这个区块 我们觉得农村的文化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这个就是现在正夯的 叫做食农教育或者是农食教育 这个会起立法院会通过食农教育法 因为在一读二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争议 不管是什么政党 这个都是大家的共识 我觉得透过食农教育可以让我们的年轻学子 对于农业对于环境有更深层的认识跟了解 那什么叫做食农教育呢 我们把它拆开一下 食就是食材跟饮食 农就是农业跟农村 那教育就是知识跟体验 所以食农教育跟我们休闲农业是非常的相关 非常的相关 也就是说休闲农业其实是食农教育展现的一个场域 展现的一个场域 那长期以往我们在推食农教育里面最常在推动的就是在 比如说国小里面设一个开心的菜园 让大家种种菜 或者是这个在营养午餐里面 有些县市就会提供一餐的这个有机的食材 然后顺便也告诉消费者说有机农业的重要性 但是各位想一下 如果政府没有编预算 这些工作可以持续推动吗 如果政府没有编预算 这些工作没有办法持续推动 那表示他这个食农教育没有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对不起啊我有点咳嗽 好做这个暂停一下 我回到我们的食农教育 所以我刚刚讲说食农教育如果单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 从教育单位的角度出发 他必须要编很多预算 但不一定能够 那这个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但是如果跟我们的休闲结合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它会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会变成我们的所谓的长命文化 会变成我们的观念 我觉得这样的食农教育推动才有可能成功 那要体验到这个农村农业食材跟饮食 要具有这些条件 其实休闲农业才是主题 所以因此我们在食农教育这个区块 我们希望让它产业化 消费者付费来到我们农村体验 他除了玩得很开心 吃到很健康之外 又可以学习到我们农业农村的知识 那这样才是食农教育真正的目标 所以因此我们在食农教育这个区块 今年度协会 虽然之前已经推了很多年的 但今年度会 协会把它列为重点 我们会大力的来推广我们的食农教育 那第三个知识面 叫做农业疗育 那这个部分由我们的学界 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从去年开始 也有我们的这个友会 台湾休闲农业学会 台湾休闲农业学会 开始建构农业疗育的发展的内涵 还有这个人力的培训制度 那这个农业疗育各个年龄层都需要 而且它跟健康是直接串在一起的 那有一个数据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它对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在2025年 我们就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 那在55岁以上的人口 可以占到大概600到700万人口 那大概约占台湾的三分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 你看55岁以上的这些人 他有钱 有闲 懂得生活 有钱 有闲 懂得生活 但他们怕寂寞 怕孤单 然后怕身体不健康 那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跟有这样的特质 是不是我们休闲农业应该要 着力发展的地方呢 这是我们未来休闲农业要 再进一个门槛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现在官方也好 学术单位也好 积极在积极的在做农业疗域的这个建构 那我们业者呢 如果你对这个中壮年 饮法族的这个市场是有兴趣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准备这个区块 那协会这一边呢 我们今年也做的第二年 就是我们在协会的这个基础之下呢 我们要做一个休闲农业的营运模式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很大 然后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但我们真正要做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才不会走冤枉路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准备 我们的经营才能够符合这些人的需求呢 所以这两年协会这边在做所谓的营运模式 那今年呢我们也很特别去 比如说去长根养生村 去这个合情共生宅 去看一下这个已经在做的一些案例 那我们会依据休闲农业的这个特性呢 量身定做一套我们休闲农业的营运模式 那从明年开始 我们预计花4年的时间来辅导我们的休闲农场 我们的休闲农业的业者 来开发农业疗愈的市场 所以有兴趣的伙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好有了这三类的知识之后呢 其实对休闲农业来讲 就不是只是玩而已 它会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 那这些内涵要怎么展现呢 接下来的第四个论述就是我们的有市生的资源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农业生产农村生活 农业生态所谓的山生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运用 但是呢我这边特别要提出一个生命 因为不管你这个山生是从农业的角度农民的角度出发 或者是面对到消费者的角度 都是以人为准 都是以人为目标为基准 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 怎么样让我们从事休闲农业的人 生命的价值能够展现 怎么样来农村旅游消费的这些人 他的生命价值能够展现 甚至于我们农村里面的这些动植物的生命 我们是怎么样去爱护跟共存共荣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资源 因此呢在几年前台大陈造郎陈教授 他在深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里面 提出了这个市生的这个发展 那我觉得呢休闲农业是这四身资源展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场面 所以这四身的资源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来运用 不一定要四个同时存在 你取一个或取两个都就行 那第五个论述呢 叫做体验经济 体验经济 从事休闲农业的伙伴们 大家都可以知道 游客为什么要到农场来 是因为你的住宿环境很好吗 住宿的设备很好吗 只是因为这样吗 还是因为你的整个农场的环境 你的整个这个农场提供的一些体验服务 让消费者很喜欢这个地方 前阵子这个有一些民宿的朋友跟我说 在农村的民宿 有点休闲农业区里面的民宿朋友跟我说 现在的住宿好难做 我就反问他说 你的民宿卖的是房间还是卖的是环境 还是卖的是你主人的特质 如果以前单纯卖房间就很好赚 现在这个实际点已经过了 现在这个实际点已经过了 游客来是要体验你的环境 然后这个体验你这个民宿的特色 那民宿的特色跟环境跟人的 跟主人的特质是很相关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告诉我们体验经济的一个重要性 那在休闲农业里面 我们已经有上百种上千种的体验活动 在各个农场里面去呈现了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活动 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亲子客人 要到农场来做体验做DIY 就是因为体验经济 我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两年前或是三年前 有一年的草莓盛产 那时候的这个市场的价格 大概在60块到100块之间 60块到100块就一斤 那我们台北这个白石湖 内湖的白石湖修建农业区 这是一个以草莓为主的修建农业区 他们那时候的草莓定价采果 草莓的定价采果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一斤350块 各位想一下 如果从农业产销的角度 我市场的零售价是100块 那你如果让游客去采草莓这样的体验 你收350块合理吗 各位其实想一下 从生产的角度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不用采收 你也不用分级包装 你更不用拿去批发 也不用去卖 所以你的生产成本 照理讲应该是比100块来的低很多 但是你如果从体验休闲的角度来讲 游客到我这个地方来采 我要服务它 我要把环境整理好 我要确保这些草莓是健康安全的 那游客来这个地方体验 然后采了草莓 他觉得很开心 他觉得这350块是值得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收低于100块 所以当我们定价在350块的时候 游客买单 游客觉得是CP值够高 游客觉得说这350块值得 好这个就回归到我刚刚提到的 农业的4.0里面 3.0跟4.0 你只要能够创造出农业的价值 消费者愿意买单 愿意买单 然后愿意推荐给别人 去表示他觉得350块是值得的 那同样的一斤草莓 差别100块跟350块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体验 这个就是体验的价值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运用 那最后面第六个论述 还是要回归到产业面 我一开始就讲了 如果休闲农业的经营 你没有赚到钱 什么东西都是白坛的 很多的理想都没有办法实现 除非你不缺钱 除非你家里很有钱 所以我们必须要以一级农业生产为基础 然后要想办法 往二级的农产加工业去横跨 你可以自己设一个加工厂 你也可以提供原料跟厂商做OEM 看看你自己的需求 再来很重要的是 要跟三级的休闲服务业能够串致 那这样的话 以一级农业生产 乘上二级加工 乘上三级的服务 就是我们所谓的产业六计划 产业六计划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的经济产值 曾经有学者研究过 就是全国的 我们看看我们的全国的农业普查 每五年一次 全国农业生产的产值 跟有做加工 跟休闲农业的产值 是1比6.6 全国的平均是1比6.6 那我们曾经在宜兰做过 这样的类似像这样的研究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宜兰的这个 传统农业 跟休闲农业的产值比 是1比15 1比15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产业六计划 创造出来的这个商机 确实为休闲农业 为农业的业者 带来很多的收入 所以各位想象一下 全台湾哪一个农村 没有在做休闲农业 哪一个农村没有在做休闲农业 所以休闲农业 已经成为农业的全民运动 但是我们很担心的是 如果当你没有环境的意识在里面 没有绿活的意识在里面 我们担心游客来了 农村破坏了 赚到钱了 生活变不好了 所以所有的我们休闲农业的伙伴们 大家一定要有这六个论述的一个观念在里面 这样是你来进行休闲农业才容易成功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休闲农业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休闲农业旅游 那休闲农业旅游是以农业为本 那透过旅游来体验农村的行为 那我们在地的这些农民呢 透过活动跟消费者分享我们的生活 这句话非常重要 分享我们的生活 所以它是一种兼具农业农民跟活动体验的一种休闲生活产业 所以你说休闲农业是农业吗 是 休闲农业是观光业吗 是 休闲农业更是一种生活产业 那有上述的这个六个论述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说 那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全国的休闲农业 让全国的休闲农业 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 往我们刚刚讲的六个论述去发展 同时呢 这个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要做到这件事情 不是说这个所谓的民心的休闲农场 比如说香格里拉、投城、飞牛、兆风、雪霸 不是这些民心的休闲农场好就好 一个休闲农业产业的发展 应该是大农民、小农民都能够雨露均产 所以我套一句这个我们有休闲农业支付的这个香格里拉的老板 张青来、张董事长常常对我讲的一句话 他告诉协会说 协会的任务就是要把休闲农业的饼做大 然后让大家能够雨露均产 我想这就是一个产业整体发展的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把它奉为甚至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的方向 但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困难的 蛮困难的 各位大概也可以知道 其实休闲农场品质撑之不起 有的非常的好 有的才刚在起步 有的甚至于非常的差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怎么做 因此我们就拟定出四个大策略 然后分别有几十项的行动方案在推动 那我基本上来跟各位先说明一下 这个所谓的第一个策略叫做人才专业化 也就是说要培养休闲农业的服务的人才 那怎么这样讲 以前我们在做农业生产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情 今天这个想偷懒一点睡晚一点 我可能这个养猪的少喂餐 或晚一点喂 无所谓啊 但是当你服务到游客的时候 从接触到游客的第一点 到游客离开你的农场 这所有的过程中 你必须都要服务得很好 游客才会满意 所以我们的这个 传统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才 跟经营休闲农业所需要的人才 是非常不一样的 尤其最难的是老板的观念 我们在座的伙伴 如果你本身是老板 你是从事农业的 你就会发现说 当你要做休闲的时候 那个门槛其实是蛮高的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特别呢 成立了一个台湾休闲农业学院 来作为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 有系统性有制度的一个训练 等一下细节我再跟各位说 这个呢叫藏医优质化的策略 藏医优质化的策略就是说 除了人要到位之外 那我们藏医也要够好啊 不能够破破烂烂的 我最常去辅导果农的时候啊 最常到果园里面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以往在这个 这个管理果园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药啊 用肥料啊 还有一些农机具啊 可能在果园究竟可以拿得到的地方 我们就会把它丢在那个地方 那通常都是脏脏乱乱的 那平常我们自己生产型的果园 没有关系 但是当你要让游客去做观光柴果的时候 做水果旅行的时候 就不能让游客看到 要不然游客就觉得说 你这环境这么脏乱 生产出来的水果一定会有问题啊 尤其是当你比如说你有用一些药 然后让消费者看到那个药罐在旁边 也许是一个月前你用的药罐 但是那个安全期都过了 但是当游客看到它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联想到说 你的农产品有农药 所以环境的整理 场域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场域的优质化 除了刚刚讲环境之外 它的整个视觉的美感 然后体验场域的干净卫生 公共设施比如说停车场 公共厕所等等的 这些都要有一定的要求 因此我们有一个场域优质化的策略 推动特色农业旅游场域验证制度 就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那当你把这个底打好了之后 那我们就要做生意 因为做生意都没有很重要 那做生意你要卖给谁 你要卖什么东西 所以第三个策略叫主题 产业主题化策略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市场是谁 那你的目标市场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依据他们的需求 然后依据我们的资源 我们去把我们的产品做出来 把我们的主题特色做出来 那有了这些产品跟主题特色 我也知道对象是谁 我们就要开始去拓展这个市场 去拓展这个市场 那在拓展市场的时候 我特别提一下 当然国民旅游是我们休闲产业的重点 一年大概疫情之前 一年大概有2500万左右的游客 每一年会到农村去旅游 这个人数是相当的多 这是我们的主题 但是各位想象一下 20年前我们在做休闲农业的时候 那时候经过全国调查列馆的休闲农场 有33家 现在呢 20年后的现在呢 农委会发出的休闲农业登记帧 就有500多张 再加上我们田妈妈 观光果园等等的加起来 大概成长了20倍吧 我们的供给大概成长了20倍 从30家变成600家 假设是这样的数字 那但是我们的需求有增加吗 20年前我们的人口2200万 现在的人口2300多万 我们人口增加了100多万 休闲的次数也增加了 所以需求是有增加 但是跟供给来比较 是差异非常大的 那这会是一个什么现象 当供给大量增加 需求小量增加的时候 一样会产生供需失衡的状态 所以因此我们不可以 只看国民旅游的市场 我们必须把市场放眼到国际 我们不能告诉农民说 你不可以再做休闲农业了 因为做不做是农民决定 那我没有办法限制供给 我只能创造需求 创造需求 那创造需求不能只看国内 要看国际 因此我们已经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从2003年开始 就在做国际旅游市场的推动 在做国际旅游市场的推动 那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市场的开发 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 好 那以上是第一节 第一节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的农业的发展休闲农业的三个观点 还有六个论述 还有四个策略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这四个策略怎么做 那这个四个策略就代表 我们可以协助大家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听完这些 这个四个策略之后 你一定在听的过程中 你就要去想说 哪些资源你可以用 欢迎各位来使用 好不好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做说明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 那在四个策略里面 人才专业化的策略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台湾休闲农业学院 那我们跟农委会 跟劳动部合作 有制定的一个叫做 台湾休闲农业的职能训练 那我们依据这样的一个职能 设置的一个制度 那所谓的职能训练 就是说当你要经营一家休闲农场 你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那我们透过这个职能 把这样的专业知识把它筛选出来 所以从选讯考用 选讯考用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推广 那我们有 现在我们有自己的私自团队 我们已经有教材 这个教材里面 除了像我们现在上课的这种简报之外 那我们会把它变成影音的教材 那另外呢 我们协会有出了一本叫产业评论 那已经出了第十一期 出了第十一期 每一年出一版 那这都是我们的教材 那在培训的这个场地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食物 所以呢 我们都会以农场为优选 我们现在的这个 跟我们协会有签约的 台湾学农学院签约的培训中心呢 目前已经有20家了 不好意思 那这边也这个看看各位 如果你的农场能够有三十个人的接待容量 包含住宿 餐饮 跟会议室 那也请跟我们协会联系 那我们会派人去评估 如果你的场地都适合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列为我们的培训中心 那这个是整个学院 我们进行有系统化的一个训练 那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智能培训之外呢 那我们也加强跟学校来做成学合作 学校来做成学合作 引进新的人才 那另外呢 我们也跟这个青农 来辅导青农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青年农民要返乡重农了 那除了农业生产的基础要打好之外 那有一些青年农民想要做休闲农业 那但是休闲农业跟农业生产 毕竟差异很大 所以针对青年农民想要做休闲农业的 那我们在这一块呢 就会来加强辅导 加强辅导 那同时呢 我们也整合了休闲农业的这个接班人 我们叫做二代或三代 我们也主持了一个联谊会 叫做超贤会 超越休闲农业联谊会 那青农在这个地方可以互相分享经验 可以互相吐吐口水 怎么样跟爸妈相处 怎么样承接农场等等的 那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经验交流 当然就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被解决 那另外一个这个跨域的部分呢 是我们跟台湾观光导游协会 大家知道导游是需要经过国家考试的 所以他们已经对于这个导游的专业知识 已经具备了 那有些导游对于农村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就针对导游来培训 农业旅游的专业的导人员 我们把它叫做农游大使 现在我们经过7年的训练 有400多位参加来训练 那已经有大概40位左右 取得农游大使的资格考照通过了 那现在也开始在服务 开始服务在带团解说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策略 场域优质化的部分 场域优质化的部分 我们主要推特色农业旅游场域认证 那其实我们在2010年就开始推 休闲农场的服务品质认证 因为当你要做休闲产业 服务的稳定性 服务的优质化是重要的 所以那是我们的第一阶段 那从三年前开始 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 就是你这个地方服务好 变成是基本的 但是你要有特色消费者才会选择你那里 那你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们以农业当基础 好以农业当基础 所以比如说你是养鱼的 你是种竹笋的 或者是你是种水果 甚至于做蔬菜的都可以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农业 然后再来就是旅游的场域 你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证制度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那谁可以来申请呢 休闲农场登基础当然可以 那第二类呢 就是为我们小农而开的一山一山一条路 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休闲农场的规模 但是你真的在从事农业旅游 比如说观光果园 休闲茶园 观光果园都可以 你只要是农业旅游的经营体 我们就会认定 好那第三类就是农业的相关组织 尤其是这个社区或者是农业会 或者是休闲农业区的组织 或者是农业合作社等等 好我们都可以来申请 对不起 那个民宿的部分我们已经拿掉了 那民宿里面你有从事农业旅游 那它就是农业旅游的经营体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民宿已经纳到第二类去 好 有这样的身份之后呢 你必须要以农业生产为基底 来作为你的特色 那我们总共谈出了17类的特色指标 17类 那除了你要有农业生产之外 基本上我们大概最低的农业生产 定位在1分地 1分地300坪左右 那每一种类别有一点点差异性 那在这个认证的这个指标里面 我们就把刚刚讲的那个 士生六产服务业的关联放进来 所以有23项指标 包含你整体的环境跟你的经营特色 然后你的资源跟你的建筑的特色 再来就是你的经营 你的服务跟体验活动的特色 再来就是你的经营跟行销的特色 我们把这个四个构面23项指标 列为特色认证的这个指标 很重要的是引导我们的业者 朝向这23个方向去发展 基本上你的休闲农业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跟特色 所以我们新加入的伙伴 如果你是自己创业的 你是要当休闲农业的业主的 那这23项指标就非常重要 各位就可以好好地去了解 那如果你已经是 已经在从事这个休闲农业的 那你就看一下这23项指标 你哪些做到呢 哪些没做到 那也欢迎这个已经在 这个从事休闲农业的业者 赶快来申请我们的特色认证 那特色认证申请过后有什么好处呢 等一下再跟各位说 那这个特色认证很重要的是 它要能够公平公开公正 因此我们由这个 产官学跟非盈利组织 组成了一个认证委员会 然后来处理各项事务 我们在全国也有一个评审小组 在北中南东的评审小组 那通过认证之后呢 我们确保这个 这个我们的特色是 修建农场的特色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品质小组 来做集合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进行的过程 那这个通过特色认证 我们会给这样的一个标章 给这样一个标章 那这个台湾funk是我们的CI 这个是有商标权的 那这个是用台湾的地图 然后用funk funk代表农林云木 代表我们跟世界结果 因为休闲农业这个名字 目前是台湾创始 台湾用后来菲律宾跟进 然后中国也跟进 有几个国家在用而已 那在全世界有人用这个funk tree 人就是农场旅游 或者是叫做休息观光农业 或者农业观光等等不同的名词 那我们统一用funk跟世界做结轨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特色认证 对业者来讲 你有一个标杆 你有一个发展的方向 你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去做 那对消费者来讲 他可以找到他要的特色的 容易选择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消费者不容易踩到地雷 那让我们的业者的产业的服务能够做好 所以会达到一个互利共好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累计了三年的认证之后 总共累计有234家 234家 那我们都把它做在这个网站上面 各位 如果你还有另外一只手机 可以扫一下这个QR口 欢迎大家来浏览 欢迎大家浏览 我们把这234家都建在这个资料里面 所有的认证的讯息过程表单 全部都在这个网站里面 那这个网站还有一个特色是 我们把通过认证的这个234家 每一家业者我们都会找 每一家业者我们都找记者去做采访 去帮大家拍照 他也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农场你很会经营 但是你的文字跟照片很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我们就找我们的专业的记者 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把文字跟照片做出来 而且在农委会的协助之下 跟农委会帮忙出钱 我们已经做了另外七国语言的翻译 所以有中文、英文、日文、韩文、越南文 印尼文 还有泰文 还有西班牙文 所以有八种 总共连中文有八种语言的文字翻译 还有照片 这些都是协会的使用权 那我们第一家通过特色认证 我们帮你做的这些事情 除了做在网页上帮忙宣传之外 这些资料也可以提供给你自己用 也可以提供给你用免费的 你可以来提出申请 好 那这个是特色认真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做生意的这个区块 做生意的区块 前两项都是打基础的 打基础的 所以各位 尤其是新的从业人员 你要好好把握我们的第一个策略 跟第二个策略 这样的一个资源 好好来运用 那第三个策略呢叫产业多元化 产业多元化呢 就是我们休闲农业到底提供给消费者什么 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 那我们必须要回到休闲产业 因为休闲产业本身就非常的竞争 你看看我们的度假村 游乐区 观光饭店 民宿 观光工厂 这些都在休闲观产业里面 那游客要选择谁 这本身是一个竞争的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特色凸显出来 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虽然我们都知道 但是消费者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前年遇到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健康 所以我们就定调叫做 5G健康有放心玩农场 告诉消费者说 你到农村来 好好玩没有问题 可以放心的 我们这地方是很健康的 那这些到底是什么 这个健康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特色拿出来 叫做我们的环境好自然 所以你来到 虽然疫情期间 你来到农场 你可以大口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 我们的环境好自然 然后我们自己伸展的食材好新鲜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呢 来玩嘛 所以体验好友去 然后我们接待你的这些农民朋友 都好友善 所以当你来到农场旅游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享受到欢乐的好时光 那这五个元素 不是就是我们休闲农药提供的吗 要营造的一个氛围吗 那我们都有 但是你如果 我们现在很聚焦的把它提出来 那5G当然是配合我们的5G电信来做行销 比较容易被看到 那我相信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农村 每一个农场都有这五个 都有这五个好 那但是更具象一下 食材好新鲜 是什么食材呢 你的环境好自然 特色是什么呢 体验好好玩 那个体验的内容是什么呢 所以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农场 应该要把你的主题特色凸显出来 那怎么凸显呢 我们就大概是这样来区画 那协会在带领整个 台湾修业农业产业的发展里面 我们每一段时间呢 就会丢出一项议题 像之前在推食材旅行 婆婆妈妈去买菜 当我们推出食材旅行的时候 就有业者推出稻田里的餐桌 但目前都还很红 那可以是稻田里的餐桌 也可以是葡萄树下的餐桌 也可以是百香果园下的餐桌 也可以是养殖池上面的餐桌 海边的餐桌 高山的餐桌等等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推食餐旅行 后来来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农场有一些会议 有一些会议住宿的空间 那大家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经营 那针对的是白领市场 那后来我们推这个柴果旅行 柴果旅行把这个传统的观光果园 再置入六级产业 把体验经济再放进去 所以你推动了这个柴果旅行 当然就针对亲子客人 那也特别跟各位报告 我们这个柴果旅行 在第三年跟第四年的时候推向国际 那尤其现在新加坡 跟香港的国际自由性的客人 好多游客都会特别来台湾采水果 那再来就是我们近年正在推的 叫做农村厨房 农村厨房 农村厨房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等于是把食农教育法放在这里面 等一下我跟各位做西部的分析说明 那就是另外一个主题叫做 渔业的旅行跟花卫的旅行 当然也针对的是亲子的市场 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准备 刚才也特别跟各位介绍的 疗育的旅行 疗育的旅行 那就是你要针对不同的市场 针对不同的市场 然后提出不同的主题 那依据我们的全台湾的农业旅游 我们推出的茶米花果蔬渔序等等的 一百种的玩法 一百种的玩法 那我做几个来跟各位做一下介绍 我们休闲农业的发展来自于观光果园 像大湖的观光柴果 或者是田尾的公路花园 或者是木榨的休闲茶园 然后这三个主要的议题在发展 那水果是 台湾有水果王果支撑 台湾水果种类 自己生产的水果种类 应该是全世界之冠 那这我们有独特的这个环境 还有我们的技术 那很多的这个果农 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柴果的阶段 那我们觉得说把六极化放进来 把体验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推出了一个叫水果旅行 所以不是只有采果 你去采金枣一斤三十块 你采了金枣之后叫它做蜜件 这一斤就可以达到两百五十块的价值 那为什么不做呢 采巴勒一定是先死吗 可以说巴勒干 巴勒业有没有用途呢 巴勒业也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可以来发展 那因此呢 我们就把节气整合进来 跟水果整合进来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年十二个月呢 来到台湾到不同的地方 就有不同的水果可以采 好 那最近我们这几年正在推 有花卉旅行 好 看一下 因为那个再播放了 我就先把它关掉了 好 那我们的花卉旅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最近那个前两天才跟这个 好像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做视讯呢 我们在推广我们的绣球花 好 那这个是在台北市的这个珠子湖 珠子湖除了海域之外 漂亮的绣球花 那绣球花除了花族的看之外呢 我们花可以做什么用 当然我刚刚讲把体验放进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让游客去采花 不是只有看去采一些花 还有我们准备了一些花 让你做你自己的花圈 让你做你自己的花圈 那这样的话 就你就不是只有收门票 100块200块了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 一个人是1880块 而且还很快就客卖了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那花的部分呢 除了看跟玩之外呢 还有吃 我一直觉得说我们花卉的这个食材呢 食用花卉是非常有发展性的一个产业 像嘉义的曙光玫瑰 它种的是有机玫瑰 所以它做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屏东的大花农场也是种有机玫瑰 听说啦 听说大花农场的有机玫瑰批发价 就可以到达2000块 好 那各位想象一下 什么样的农产品可以卖到这个价格 有机花卉可以 好 那除了这个吃呢 之外呢 更近一街的 就是花卉 除了吃看之外呢 我们也跟住宿融合 那这就是我们有农场的二代了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游客会在户外 在拍那个秀球花 而且排队啊 然后你看网红在拍照都要拍很久 有没有 然后还要做清空的动作 那那么多的游客怎么有办法满足呢 所以呢 我们就把秀球花搬到房间来 搬到房间来 你游客你可以进来住宿 然后我们把秀球花放在房间 你想要拍24小时 也没有人管你 你要这个尺度更大的拍也没有人管你 好 但是我们这个房间就卖很贵了 那像我们的一代一开始 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会直觉就会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花放在房间里面 第一个中不漂亮 第二个会死掉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 因为这些花所以游客来住了 那来住了三天五天 这个花丑了 我再换漂亮的花进来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你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花卫 你的房间就会有不同的主题 虽然麻烦一点 但是你的房价高一点 你可以赚到钱 为什么不做呢 像花露休闲农场 现在几乎都是田田客丸的状态 好 那花卫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所以花卫其实也可以跟什么合作呢 跟婚地合作 跟婚业合作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想要一个 不要太大的空间 然后美美的地方 然后邀请自己最好的朋友 一起来帮自己这个庆祝自己的结婚 那这个休闲农业是非常适合的 休闲农业非常适合 像屏东的天使花园 它本身是文新兰的这个主要生产 主要销售日本 那这两年大概知道这个坏销受限 因为疫情的关系受限 那反而他们在婚定这个区块 这个创造了赏金 花卫是这样做 那鱼业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淡水的鱼业 我们可以让游客去 在夏天的时候 穿着这个 那叫什么 青蛙装 然后去体验一下 这个玩玩水 然后抓抓鱼 好 我相信大概没有游客 抓过这么大只的鱼吧 好 我们可以跟鱼一起体验 那也没有抓过这么小只的巡农鱼吧 就带着小孩子呢 我们去参加这种体验 可以让游客去了解 巡农鱼那么大 我们吃的那么大 然后它从鸟 从鱼卵 从巡农鱼就是的 卵就是鱼子酱的原料嘛 好 那从那么小 0.1公分的鱼 养到100公斤大的鱼 好 那从0.1公分的鱼卵 怎么样养到100公斤大的鱼 好 这些都是我们农民的智慧 我们可以让游客 稍微来做体验 那这个都是一般 其他方方程也做不到的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 像西南部这边有外山顶舟 有很多的这个沙丘 那我们就让游客呢 做海牛去采科 那早上科之后可以 这个马上来烤一下 但所以这就是食材好新鲜的 一种展现的做法 那他当然卖的比市场要贵啊 因为有体验 好 那我们可以让游客呢 吃到虾子之外呢 你可以让你自己去抓虾子 那我们可以做陷阱来抓虾子 那我们可以让你去捞鱼 那甚至于呢 我们把这个阿美族的 这个传统捕鱼的文化 放到农场里面 这个叫做巴拉高 巴拉高 也就是我们内用鱼虾呢 都会有躲避的这种特性呢 我们在这个小河里面放一些竹子 放一些这个木头 让鱼呢能够躲进去 然后似不知这是我们的一个陷阱 那鱼躲进去 我们旁边已经围好网子了 等我们这个鱼躲进去 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竹子拿掉 那鱼就在我们的网袋里面了 那我们透过那个网的大小 网路的大小 大的才抓 小的不要抓 就可以去强调我们对于生态的这个尊重 那抓到了大鱼之后呢 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们阿美族的这种饮食文化也放进来 我们把石头呢烧的热热的 好像这边就是在烧石头 把它烧的热热的 然后这边有一锅水呢 把这个水洗干了之后 快速洗干了之后 热热的水果 热热的石头呢 就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那这个竹筒里面放的就是三泉水 然后一些僵丝 然后一些这个台湾雕的这个鱼片 那把这个石头热热的石头呢放进去之后 来回两三次 你就看到这个整个水都滚起来 来回两三次之后它就熟了 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在吃的最新鲜的鱼汤 那当然也可以把丸结合进来 所以在嘉义的巷河休闲鱼场 那喜欢历史人都知道 在嘉义台南这一块 尤其是在清朝明朝的时代 海盗出没嘛 那所以这边有浓浓的海盗文化 那你如果只是用讲的 然后讲海盗海盗 谁会知道海盗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巷河就把这个海贼王 海盗的这样的意象 趣味的意象把它放进来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可以cosplay一下 可以去划船 可以把自己变成海盗 然后在这个地方体验 那当然就是透过这个体验 把我们这些农产品销售出去 好 那也可以除了这个农业主题之外 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旅游方式 我们叫做农村厨房 农村厨房 就是让你自己来学习农村的在地料理 然后认识农村的职位 那各位想象一下 我们想到日本想到寿司 想到越南是河坟 想到意大利是披萨 想到台湾到底是什么 台湾是什么 各位想一下 臭豆腐 只有这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新鲜的食材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这样想 所以这个农村厨房 我们想要把这个我们所谓饮食的味觉里面 叫五个味觉里面叫酸甜苦咸鲜 我们想要把鲜 新鲜这件事情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食材好新鲜 我们把这个事情呈现出来 怎么呈现呢 我们让游客来从事农室体验 在农室体验的时候 你可以了解我们农业的智慧是什么 农业的知识是什么 然后再来呢 我带你去做食材的采集跟采购 尤其是采集这个区块 让你自己去拔萝卜 让你自己去抓鱼 让你去采新鲜的蔬菜 这个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在采菜的过程中 我们告诉你这个菜的特色 味道 口感 颜色 甚至于说 这种蔬菜跟那种蔬菜配起来 味道是变好的还是变差的 所以我们把食材的特性 在食材的采集跟购买这个地方 就可以让大家认识食材的知识 那再来就是我们采集回来的食材 我们就开始来做料理 那做了料理之后呢 那料理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监竹炒杂里面 什么样是健康的烹调方式 什么样的烹调方式 能够把营养保存下来 所以在料理的技术 跟这个饮食的 营养的这个重视的知识方面 我们就可以透过厨艺学习 能够来传递给消费者 那在料理品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用餐的礼放进来 那甚至于呢 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体验活动 它不是一个餐厅 所以呢 游客在用完餐之后呢 自己要去洗碗 很多妈妈都跟我们讲说 小孩子在家里从来不洗碗 也不知道洗碗的辛苦 那到农村厨房呢 他要学习如何洗碗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体验 那再来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让我们的农生品销售出去嘛 所以呢 我们要带游客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那各位想象一下 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然后自己煮自己吃 那你比如说你吃到很好吃的饭 你就可以把米买回去 吃到很好吃的鱼 你就可以把鱼买回去 可能这个妈妈来参加 那他学会煎鱼了 回去买一些鱼回去之后呢 晚上可以帮这个小孩子 帮先生加菜 这不是一种很好的分享嘛 那也让我们的农产品 可以自销出去 所以因此我们设计 这一套农村厨房 很重要的是把这个食农教育 跟体验经济放进来 那目前全国有19家加盟 经过我们的这个辅导 在某个严格的筛选之后 就是这个调章 农村厨房的这个调章 那今年是最后一年加盟 所以有兴趣的伙伴 大家要把握时间 那农村厨房要卖给谁呢 要卖给谁嘛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客群呢 是锁定在国际自由行的客群 因为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一年来超过大概有100多万的游客 有超过大概70%左右是自由行 所以除了到台北、阿里山、101故宫、日月潭之外 他们也想到农村来走走 那农村厨房亏是他最好的选择 那这两年因为疫情 所以国际自由行的游客没有来 但是呢我们反而接到了很多的台湾的贵笔 因为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游客呢 他们会安排出国去旅游 那他们现在也不能出国了 只能在台湾玩 那在台湾玩呢 就不要跟一般的游城一样 他要找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较私密的行程 那农村厨房就会是他们很好的选择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区呢正在阳明山上 那他种了很多的野菜 所以他是做一个蔬食 蔬食的一个料理 那在新竹呢 在竹北这个地方 除了高科技之外 这个地方有一个养殖专业区 你看一下他们的石斑鱼这么大 而且是可以自己钓 可以自己钓 所以我们呢 就水月南京雨了这个地方呢 就来做这个石斑鱼的料理 那当然那个地方也有乌鱼了 那走到台中谷关这个地方呢 水非常的好 所以呢 在私房雨露这个地方呢 他也来这个做他的石斑的料理 这么好的环境 那农民在阿里山上石桌这个地方呢 他们有很多的野菜 所以你看啊 我们平常我们的农民是种这样的菜 然后你看杂草一堆 就是野菜 是从吃的跟我们人吃的都把它种在一起 那我们就去挑我们要吃的 让大家自己去采蔬菜 那宜蘭的头层农场呢 他也知道他以这个农村小吃居多 那有他自己有一个有机农场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料理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你如果没办法自己种 那你可以带游客去市场购买啊 因为像这种传统市场就是台湾农村文化的展现 所以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呢 他就专门带游客去逛市场去买菜 那当然也可以做的豪华一点的 我们用这个铁板 这个中岛铁板的这种做法 教导游客 你可以这个做自己的饭 煎鱼 那为什么宜蘭东山要特别强调香鱼呢 因为其实宜蘭本身就是香鱼的故乡 大家想到香鱼 会想到宜蘭的八甲 没有错 八甲游场是把这个香鱼 从山边养殖 变成平地养殖的这个 主要的技术的研发者 那不管是八甲所在的圆山或者是东山 这两个区域就是宜蘭的水源地 宜蘭的水源地 有非常丰富的水源干净的水源 所以非常适合养香鱼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宜蘭式香鱼的故乡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就是十九家的这个农村厨房呢 那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游城 然后带游客去体验 那我们也把这种特色认证的活动呢 我刚刚讲的鱼业啦 花卉啦水果啦 牛畜牧场啦 宠物啦这些等等的 我们把它做成各式各样的文学 甚至于呢 我们出书啦 就是有特色认通过的 我们出了一本农民营物满油 那有通过特色 有通过农村厨房认证的 我们也出了一本书 一方面做推广 二方面让这个这个学术单位 可以进行一些研究 好 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完整呈现出来 好那我们只要农村厨房通过的呢 我们每一家业者 我们都会去帮忙拍一个影片 因为毕竟农村厨房是一个新的商品 新的服务 我们透过这个影片呢 让所有的消费者知道说 农村厨房到底在做什么 好那因为我们是视讯啦 所以我就不开影片 接下来到最后一个策略 叫市场多元化的策略 有这么好的商品 我们要把它推广出去 怎么推广呢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事情 是这两年疫情之后 我们刚好有时间 静下来好好做 叫做农油超市 大大农油超市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消费者 一个业者 那我们共好 然后这个互利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的商标 叫做农油超市 那这农油超市 目前呢 已经有累积超过500条以上的行程 放在这个农油超市 那有美食的 有体验的 有住宿的农村厨房 甚至于是套装油层 都在这里面 我特别跟各位报告 这个农油超市 简单来讲就是 网路版的农业旅游专卖店 网路版的农业旅游专卖店 因为长期以往 我们这么多休闲农业的产品 都是自己卖自己的 或者是跟旅行社合作 在别人的平台上面去推广 但是各位 我们也知道说 掌握通路就掌握市场 掌握市场就决定价格 长期以往 我们休闲农业 没有自己的通路 那自己的通路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这两年呢 努力的去做这个农油超市 做这个农油超市 把这个平台把它做起来 让大家的商品都能够到网路上去上架 能够贩售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商品 有了这样平台之后呢 我们要把最好的商品放进来 我们帮游客做筛选 好的才能够进来 所以你有田妈妈的认证 田妈妈有休闲农场 有特色认证的商品 才可以上架到农业超市来 才可以上架到农业超市来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整合 比如说阿慧旅行 你推做这个超市的广告 然后呢 比如说喝茶的 茶的主题 或者是水果的主题 或者是在暑假的时候 亲子的市场 然后我们推到农场住 到农场玩 到农场吃 那也针对小朋友的 做职人的体验营 在暑假的期间 那当你加入农游超市之后 毕竟农游超市不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那刚做而已 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 我们要跟其他的通路合作 所以我们已经跟雄师 东森 可乐 东南 三复 台湾的五大旅行社都有合作 还有四方通信旅行社 甚至于跟神老科技 跟虾比 跟Stylife KK Day Keluk 还有Cyber旅行社 还有PayZ 还有GoMagi的团购 甚至于某某电视台 都已经合作了 还有呢 我们在尸体的部分 我们跟全家的Bunny Paul 跟Seven的I-Bone 都已经建构了 那我们帮所有的农场 解决了通路的问题 只要你的产品够好 加入农游超市 现在上面看到的 这十几条通路 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上架 上架 所以通路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推广 所以我们每年会参加这个旅展 像4月22号开始 我们会在台中旅展 那今年的5月会在高雄旅展 7月会在台北的夏季旅展 每年的11月会有台北国际旅展 我们会透过很多的活动 去推广农业旅游 去推广农游超市 那今年有 我们特别在6月到7月 就办一个全国的巡回展 好包含 地点包含台北、新竹、台中跟高雄 那也欢迎有农游超市的业者 能够踊跃来参与 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广农游超市 这个农游超市的平台才有可能成功 光靠协会是做不到的 你需要所有的农场来支持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华山文化分創园 去办的一些活动 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活动 然后我们同时也会带网红 带媒体来采线、来采访 那我们会带旅行社来包装 那也在各个报章杂 比如说天下、微笑台湾 甚至于在国外的大型的广告看板 电视台 我们都会来做推广 那这两年我们更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除了推广国民旅游之外 我说国际市场非常的重要 虽然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国庆总有一天会开放 所以我们要让国外的客人 他没有办法来到台湾体验 台湾的美好 但我们可以让他在网路上就看得到 因此 我们另外做了一个休闲农业旅游的国际网页 那这里面包含了中英、日韩、印尼、泰国、粤文 跟西班牙文等八个语言 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呈现 那当然我们以234家有通过认真的业者为优先 再搭配我们农游超市的商品 在这个地方做推广 甚至于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自媒体 我们去拍影片在这个地方做宣传 各位可以扫一下QRコマ 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做的 各位报告 这里面的资料量应该是全台湾最完整 去台湾最完整 休闲农业旅游的国际网站 我相信其他的国家也没有这样在做 这等于是我们的创业 我们光这个网站的翻例费 就花超过上百万 这边要特别谢谢农委会的支持 我们把农业旅游的资讯 最完整的资讯做到这个网站上面 让更多的国际友人都能够看得到 而来到台湾消费 那从2003我们开始在推国际市场 虽然这两年有点停顿 但是我们宣传是持续在加温 我相信航运通了之后 很多的游客 国际游客会进到台湾 那我们的市场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东南亚的部分 像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的完整 做得非常完整 他们对台湾的农业旅为非常的清楚 那新兴市场的部分 就是印废胎这四个国家 主要是邀请这四个国家游客来 但越南缅甸跟柬埔寨 是他们会很积极的 向我们学习台湾的农业 那这部分当然也是商机之一 那在南亚的部分有印度 那连同在这个穆斯林市场里面 有13亿的穆斯林市场 像包括杜拜、汶莱、巴林 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甚至于中国 都会有一些穆斯林的市场 那我们台湾 我们的休闲农业 已经有50几家通过穆斯林的认证 可以接待穆斯林的客人 那在东北亚市场的部分 我们就是以日本跟韩国为主题 日本跟韩国为主题 那当然这个在107年 我们还做了俄罗斯 因为当时的海参会跟台湾做直航 那很可惜的是 后来遇到疫情就暂时中断了 那总共有17个国家 有75个城市 都有我们休闲农业的足迹 也就是说我们的休闲农场 接待了17个国家 跟75个城市的游客 所以我相信航运通了之后 会有更多的国际游客 会进到台湾的农场 那请问我们准备好了吗 所以我们除了因因疫情 除了接待国民旅游之外 要花一部分的心力 来准备接待国际市场 那我把之前到2020年累计的 我们做休闲农业的游客的快速成长 各位可以发现说 从4万多人到 这个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400多 一年有70几万个游客 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利基点 好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整个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主题化 而且是要以群聚经济为主 就是以农业为基础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文化 到我们的内涵 而且是要打群架 不是一个一个 而是一群一群 那再来我们的内涵里面 我们用知识化的道路 除了知识的管理之外 我们把体验经济跟知识经济放进来 来强化我们的内涵 跟我们的丰富性 那在市场面 我们必须要放眼在国际 必须要放眼在国际 除了看国内之外 也要看国际市场 这样的话 台湾的休闲农业 才能够永续的发展 才能够永续的发展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除了个别业者要努力之外 政府要努力之外 协会也要努力 因此我们看一下 这是协会的组织的架构 我们由大概200家左右的业者 所组成的一个会员 然后由理事会来担任策划的工作 有监事会来担任监察的工作 有秘书处来担任执行的工作 那我们成立依据目标 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委员会 然后我们能力有限 所以我们还邀请了一批专家 学者担任我们的顾问团 总共有78位 那秘书处里面 依据我们刚刚讲的四大策略里面 所以有人力部门 认证部门 农游事业部门 跟行销部门 然后有系统性的 有目标性的 有专责单位去发展 去推展 那希望这个我们休闲农业的伙伴 这个跟我们一起来推动我们的休闲农业 让休闲农业成为农业的亮点 成为台湾的亮点 那我相信休闲农业会是一个 现在是新兴产业 未来是民兴产业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农村变得更好 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发展 让我们的环境能够保护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休闲农业 在推动一个绿火 绿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 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 以上是我为各位介绍休闲农业的一个概况 跟可以运用的资源